是我老公婚前的時候 是像珍妮姐一樣 真的是她老公一樣會很正式 她是婚前白襯衫 婚後白汗衫 就是 353 妳知道這是她婚前的時候 她跟我出去都會打扮得很帥 穿大衣 就是很帥 所以這個鞋遮住很像黑人 因為妳冬天也是會穿這種大衣 不是嗎 這個是百搭 對 可是就很正式 而且我們連不管出去哪 吃飯逛街幹嘛的 妳就會覺得她有認真打扮 可是婚後我要講一下 這個已經是她穿最好的時候了 因為其他時候 她都會穿得過度邋遢 我不想跟她合照 不是 等一下 講一句公道話 真的 婚前 妳看 她冬天 她的衣服到底在保暖在哪裡 媽媽就會說妳脖子穿這樣 那妳口氣一定敢嗎 這邊會很冷 對 但是妳自己看婚後 妳穿這有事嗎 等一下 可是我婚後了 有時候還是會穿得比較正式 可是她這個就是真的 這已經是她穿得最OK的 像我們有一次 我們為了要慶祝一個週年日 然後我還特別訂了一個 很高檔的餐廳 然後想說 就是好久沒有這樣好好打扮一下 我還特別想說那要給她驚喜 因為打扮得美美的 我們直接約店門口 好 約好 好 就到店門口 就是妳知道穿著高跟鞋 很漂亮這樣 好開心喔 有那種就是要約會的感覺 她大老遠跑過來 一眼看臉就開始僵住 越來越近 火就開始起來了 她穿超高腰的球褲 然後上半身那個T恤 是整個已經泛黃 就是已經在家 臉頭還很鬆 對... 就是已經去那種 其他樓下健診坊 在運動的那種衣服 然後整個鬆開的 然後球鞋是那種破舊 已經有點那種露底的那種 然後我就整個想說 天啊 你穿這樣 真的很像褒羊的你知道嗎 做我身裝打扮 然後這樣子我就整個覺得 天啊 怎麼會明明 關錢可以這麼帥的 可是高腰我可以忍受 可是你知道以前有時候高腰 這邊會塞兩個手機的那種 我就會覺得 他攝護線有問題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手機電磁波 就是會影響 為什麼一定要塞這邊 所以有些業務會兩支 兩支 就這邊有兩支 日常是工作一支感情的 從中之高要求婚的那種 但你 你也會 我老公就是有剛剛大家說的 就是他很喜歡穿假腳托 可是我以前不會怪他 因為他是婚嫌就這樣穿了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他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假腳托很奇怪 穿久了鬆 你知道會這樣 大家會不會有又脫這個 打膠底 走路會這樣 啪啪啪啪啪 你知道他就是走路會有一個 這樣啪啪啪啪啪啪 更顯的那種 就是那種啪啪啪啪啪 意思是很多這種 然後他坐著的時候 也不是抖腳 就是會有一種 就這樣一直弄那個鞋子 拍打聲 對 就是這樣一直弄 這樣子一直弄 而且長期穿 長期穿假腳托 腳皮會變得非常粗 因為很乾 對 會是白色落地 就是你的腳長期露在外面 就是我這樣跟你講話 我就這樣一直弄 這樣一直弄 尤其他真的有躁鬱症 你這樣那種拍打的節奏 他更躁 不是 我覺得這樣很沒有氣質 最重要是我覺得這樣沒有氣質 然後如果我在跟你講一些 震驚式的時候 你在我底下一直這樣啪啪啪 我會覺得我沒有辦法專心 所以穿假假托沒有關係 但是請他不要啪啪啪 這種有時候 妳現在跟他的驕傲 就一定要在電視上講 他才會啪啪啪啪 對 所以我覺得我講的話 可能就不會啪 還要當著全國觀眾 大家一起幫你努力 是這樣嗎 不行 對 老公